你好 今天想和大家說說直谷銀行的倒閉 對整個初創是有什麼影響 我舉個例子 Airbnb是2008年成立的 成立後2010年紅燦資本入股 到了2014年TPG入股 入了幾億美金 發現原來整間公司的股值是去到100億 直谷銀行很諷刺 去年有40周年紀念 今年41歲了就破產 其實直谷銀行的破產對初創公司的影響很大 因為很多初創公司需要資金幫它發展 如果因為過去十幾二十年低息 令到很多有些投資者 是願意冒險去放到PE或者天使基金那裏 因為在其他投資裏面 相對來說 成本沒有這麼高 審少少錢下去 希望有一個較大的回報 但是現在高息環境的時候 有其他好的選擇的時候 有機會放在這裏的錢就不會這麼多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因為現在銀行的大家要求生存 資本充足比率要求相對來說是要靠高 那靠高的時候 令到可能要去做槓桿或者是倍數去放大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去制 還有現在不是說做生意的時候 現在是說生存的時候 生存就是要令到資本比率是充足的 他們是不會願意貸款去給一些初創公司 或者是一些正在成長的公司 因為如果他們的錢放得出去 他收不回的時候 會令到他的資本流動不足夠的時候 會被人擠提的時候 是會令到他會破產 或者是會出事 那他們是絕對不想見這個問題 不想見這個問題的時候 唯有就少做生意 所以未來初創公司都會是幾艱難 今天想說的直股銀行倒閉的影響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